善尽祸至 栽尽福至 去除魔性 佛性自现 心中不能有魔 佛性才会显现出来 心中善良的人 他没有坏心眼 心中有坏心眼的人 他不会善良 这个就是道理 所有的一切 全部都是自性的变化 而不是外来的 如果你能够控制好自己的贪 控制好自己的称 控制好自己的吃 那你的心就是佛性 这一切是不是自己变化的 如果你控制不好这三毒 那你就是魔 这不也是你自己变化的吗 跟别人有什么关系 你不贪不称不愚痴 跟别人有关系吗 恨不是你自己在恨吗 愚痴不是你自己在愚痴啊 贪不是你自己在贪啊 你不贪谁贪 学佛修心能够增加福分 一个人说 你没有福气 怎么样让你有福气 增加福分呢 那就是要学佛修心 如果你做好人了 修心修得好了 你就能生出福分 能够生出静信 静信是什么 就是非常干净的信念 连做到这点都很不容易啊 人的信心有两种 用现在话来讲 叫正能量和负能量 当一个人拥有负能量的信心之后 他说 我一定要做官 我要给家里争面子 这个官我做不到 我势不为人 这就是负能量 我一定要发财 我要让看不起我的人看看 我一定会成为一个很有钱的人 这也叫负能量 因为你的信心不干净 你是为了自私 为了人间的很多杂念而有信心 很可悲啊 正能量是什么 比方说 我过去对爸爸妈妈不够孝顺 我现在懂得爸爸妈妈把我生出来养大 很不容易 我想对爸爸妈妈好一点 我从现在开始每天给他们念经 让菩萨保佑他们身体好 这个就是干净的信念 虽然我已经念了很多经文 但我还是坚持天天念 这就是静信 这就是正能量 常有静信的人 他能够正见 知道什么叫正见吗 就是正确的见解 为什么这个人回答人家的问题 总是比较正确啊 因为他有静信 因为他有静信 干净的信念 举个例子给大家听 我很爱自己的母亲 我一定要为他多念小房子 那么有人跑过来对你说 哎 赌博很好 可以多赚点钱养你妈 赌博赢了后 你可以用钱孝敬你妈 你说 他会去赌博吗 因为知道干净的信念 因为有正见 所以他不会去做那些不正见的事情 因为长期正确的看问题 能生出恒心 就是永恒的心 明白吗 坚持正确的信念 让他出来 就是长期的正见 生出恒心就是 坚持长久的信念 要学会放下 学会放下就是 不去计较 自己在某一件事情上的得失 今天我得到了 我无所谓 今天失去了 我也无所谓 这样的人才能有信心 才能一直坚持有恒心的学佛 学会放下的人 就会去除障碍和烦恼 很简单 障碍来了放下 烦恼来了也放下 很多人问师父 师父 这个事情要怎么办呢 必须要烦恼 我可以不烦 举个简单例子 这个人跟那两个人 在搞是非 结果要上法庭 告他的人说 我很烦恼 我再告他 那么师父说 你放下吧 怎么放下呢 你就不要去告他 一旦你不告他了 你马上就不烦了 吃亏一点呀 大家让他一点 该给他的钱就给他 不就结束了吗 反过来 还有一个人问师父 师父 那我被他告了 怎么办呢 你叫我放下 他不放下啊 他继续要告我 怎么办呢 他告我 我烦恼啊 你讲得很对 那怎么解决呢 那就找自己的律师 跟他去谈 满足他的要求 叫他不要去告了 就这么简单 他不告你 你不就不烦恼了吗 人的主要问题 就是不肯吃亏 就像很多人一样的 我的房子卖不掉 我很烦恼 不是房子卖不掉 而是你不肯降价 因为这个价钱 在你心里 一直不肯降下来 你就会增加烦恼 道理就是这么简单 要认清修行的目的 修行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要放下解脱 就是要学会吃亏 才不会受别人 和外界环境的影响 勇于吃亏的人 是不会被外界环境 所影响的 师父告诉你们 要多学会吃亏 吃亏就是便宜 多少人吃亏了 他们会真的吃亏吗 小时候 班级里的同学就是 两个人争当一个班干部 这个同学 找老师讲了很多 那个人 也找老师讲了很多 老师从两个人那里知道 他们两个人都有很多缺点 觉得这两个人都不适合做班干部 结果没有争的同学上去 做了班干部 这就是说 当那两个人在争的时候 你不声不响 好像吃亏了 你没有争 但是事实上 你会吃亏吗 所以跟人家去争 是最傻的了 你讲别人不好 人家会讲你不好 老板听了 知道你们两个人都不好 为什么过去有些老板的方式方法 就是喜欢你们两个人关系不好 老板就能知道 你们两个人的缺点 所以 人不要觉得自己吃亏了 吃亏就是占便宜 一定不要被外界环境所影响 就算人家说你 你也不要去说他 人家再怎么样对你 你还是一个修行人 修行人不怕吃亏 学佛人不会计较 如果你们今天还在斤斤计较 你就不是一个学佛人 多帮助别人 不求回报 你们知道会得到什么吗 你们得到的是心里平安 心中平安 你们想想 是不是这样 如果你们去帮助了别人 这个人会弄你吗 不会的 这个人会害你吗 不会 你是不是平安了 这个人过去对你很不好 你去帮助他 你回到家里后 会感觉很安全 他一定不会再搞我了 因为我帮助了他 我很开心 是不是心中平安了 道理就是这么简单 去善待对你不好的人 你会得到心中的平安 他对你不好 你对他好一点 你心中对这个人虽然还有气 他还是对你不好 但是你心中已经很舒服了 你知道他不会再恶搞你了 求得平安就是有福气 平安就是这么来的 生命中 如果你有福气 你享受了 这是缘分 如果今天你有点福气 那是享受的缘分 不要把这个缘分用尽 因为这些都是善缘 善缘用尽了 那么你就会有恶缘开始 当你享受善缘的时候 你是不会有灾的 当你拼命的去求福的时候 这种福不可靠 因为你是硬求 才把福求来的 你想受了 你就要当心灾祸了 灾祸很快就会接近你 所以当一个人 拼命的求啊求 求到了 接下来灾祸就来了 举个简单例子 命中没有的 你拼命的去求 求来了之后 你这个人没本事 求来了当局长 要知道 你开心的那一天 就开始埋下了祸根 要知道有多少有本事 能够当局长的人 会嫉妒你啊 多少人想把你拉下来 多少人开始讲你的坏话 你不就是埋下了祸根吗 如果你这个人的确是好人 是当局长的命 的确是有领导财华 你做了局长 你平安了 如果这个局长 是你拼命的去争来的 还去打通过关系 你即使做了这个局长 很快的 你还会下来的 师父跟你们说 想去除灾祸 就要不去贪 不去求 你还会下来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